公共电视在五月份推出一系列关怀银法族的节目和纪录片 今天晚上十点钟独立特派员节目将会带您拜访北欧国家芬兰 看看这里的一家老人游乐园是如何透过游乐设施 帮助老人家来延缓失能和失智并且找到真正的快乐 在芬兰首都的一个社区 老人在跑道上按物理治疗时指定速度行走 以便维持过人行道时需要用到的速度 这是一个专为老人设计的运动公园 每种设施都是经过研究对应老人生活能力维持的需要 例如旋转圆盘是对应开门锁与开瓶罐 还有上下踏步距离是对应上下公车的高度 不但设施专业而且安全 要让老人觉得好玩 要能一起快乐地玩 这些老人都是八十岁以上 设施要发挥作用 很重要的是每个星期 一旁的安养中心 安排专员来带领大家使用 并让大家更有使用动机 记者周传九郑仲宏采访报导 对应该是很重要的